這個地方我們給各位看一下就是 其實你現在不管是用行動裝置也好 其實網路攝影機現在也都可以插在行動裝置上 所以你假設像除了這一篇以外 這個是告訴你說行動裝置上有一些APP 它只要你的所謂的那個網路攝影機支援這一種叫做OTG的 就是比如說你可以直接插隨身碟的 現在很多都可以嘛 這樣就可以用 但是呢你需要一些APP來輔助你 因為它就可以像我們在網路上 像我在這邊是把視訊打開 跟這個一樣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另外在下面這邊教材這裡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我還有帶兩個對不對 一個是這個 這裡 有沒有好小一個 這個就有點像那個內視鏡那樣子 比如說你如果要觀察一下 一些比較小的地方啊 那網路攝影機一般是不是都很大一顆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顆很小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顆很小一個 來吧 這裡有放大一點 你沒有想到我也可以變大嗎 來我把這個 翻一下 我用解析度比較高一點的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一點對不對 有沒有這樣好小一個 所以如果說 老實講啦 其實 你要檢查鼻孔要檢查牙齒也可以 耳朵 你有沒有去耳鼻耳科看過那個 這樣子 不過當然這要小心啦 好 這一段小朋友不要學 但是如果 比如說我要檢查一下耳道 你可以簡單的看一下 簡單看一下 那這個也是網路攝影機啊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看小東西 那另外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夠的 你網路上還可以找到類似像這一種的 沒有打廣告的嫌疑 這個是 顯微鏡 所以如果你想看看 那個 觀察那種類似像生物課啊 或那個 一些觀察的課程 我就可以用這樣的東西 一樣 不管你是接在電腦上還是接在什麼 手機上都可以用 接在電腦上就是變成一台 網路攝影機 那我就可以 像這個樣子 你看一下 先把我縮小一下 在這邊 有沒有 帶著走的 內視鏡這個 因為這個 之前寫的文章 你看到這個 這條是三你知道嗎 給你猜看看 最近冬天到了 這種 菜 蠻多的 叫做高麗菜 高麗上面的蟲卵 哈哈哈哈 就是 我用 我用這一台看的啊 然後 鈔票這個也是啊 這個啊 然後這個是 褲子上的纖維啊 這個 就那個纖維 所以你可以發現 它可以放大蠻多的 有沒有 所以像這樣子 當然 你要買哪一種 我只能跟你講 就越來越好啦 越來越好 那 像這個 這是剛剛給你看到的 比較細的 有沒有 五明尼而已 所以它的就比較小 像這個就是我剛剛給各位看的 你看這樣子 然後呢 再放大是不是就看到了 所以你只要焦距對好了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 其實我們在上課 有沒有變得更簡單 當然 其實我上另外一種那個物聯網的課 電子的 我就會另外帶所謂的實物投影機 實物投影機也有比較輕巧的 也有比較輕巧的 我就可以不用像這樣 好像拉著一個很大的一台 這樣帶著走 當然效果沒有那個一般的那麼好 可是如果你以攜帶方便來講 其實現在的選擇很多 這樣各位OK吧 所以待會呢 這些都是免Driver啦 所以你知道插進去就可以用 如果你覺得有興趣的 你也可以當作是教學 OBS裡面 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 把他交進來 這樣就看不到 對啊 這樣了解了 所以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 也可以參考一下這幾篇文章 就是在 OBS的裡面 還有數位教材的製作 因為其實我 個人來講 比較喜歡把OBS當作是我的一個 教學工具之一 我不喜歡當網紅 直播的那一種 因為直播老實講 其實不是說不行 但是呢 直播比較容易怎樣 出問題 所謂的出問題 不是說不能斷講話 而是說 你在 播送的過程 是不是有出錯 就直接就出去了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錄影的方式 那這樣的話呢 問題會比較少 好問題會比較少 是說真的 不想要錄影的方式